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刚刚这场球赢了 之前那一节就听了Roy Keane的评论 这一节就要和大家说回普巴赛后接受BBC的访问 亦有苏诗一茶的赛后说话 先听一下普巴 BBC访问时他就这样说 他说当时我有点说A bit out of breath 即是回不及气或速度回不及气 这样令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我感觉到我以为自己会碰到球 谁知我都感觉到碰到球 我也知道在迁区里面 我就不应该输一个这样的12码 我防守方面 尤其是在禁区里面 真的不太理想 但我会学习 也会继续努力去做好一点的 说真的 但我也看到有万迷留言 说得很对 在苏诗一茶大令万联的时间 但普巴已经是三次 导致有12码 输12码 所以的确 的而起座问题是严重的 其他球员都是一次起 最多一次 但他已经是 这个错误犯了三次 究竟普巴要多少次才可以 认识 这个错误 我经常说普巴 参与防守很容易出事 结果今场波也出事 另外苏诗一茶在赛后访问 也有提及 他说普巴已经举了手 他知道他也不应该做到这样 应该做得好一点的 他应该不要落脚 那就OK 反正比勒连也不去到什么地方 也没什么威胁 所以苏诗一茶 我想有些没办法之中的办法 他也不懂怎样说 之前Roy Keane说 我们不够领袖 或者太过保守 苏诗一茶都很惡意 因为他说上半场 没有担截 但其实有些矛盾 当然你做担截 就不能在禁区里面做 但总体来说 是不是要担截得勇一点 苏诗一茶就是这样 而且没有打仗的感觉 苏诗一茶就说 我们要自己制造出来 这个那么紧张 这个叫打仗的感觉 对着阿仙诺永远都是一场大波 一定要凶狠一点 一定要有些担截 我们很可惜在控制节奏 以及比赛的 intensity方面 都做得不够好 尤其是上半场 他就非常失望 就是苏诗一茶说 下半场我们就好些了 但是 很可惜我们不幸 比赛的比赛 就输了十二码 我们也不能够在适时 做到一些适当的回应 苏诗一茶就说 其实呢 我们就已经预备了很多工作 也预备得不错的 预备球员去面对这场大波 但是阿仙诺 我们对他们永远都是一场 重要的比赛 始终我们之前的表现 很难再在这场比赛重复 他也说每一场比赛都不同 在足球比赛里面 苏诗一茶就说 其实每个人都想做好一点 但是呢 我们就始终绝不着 在这场球里面 但是呢 不能够 他也说 这件事是苏诗一茶说的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轮换 或者要做一些转换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不能够 可以重复我们之前做到的表现 但是呢 他就说足球有时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 今场球队的对手 也都踢得非常之好 那么他就 最后说了一件事 比较有趣 他就说现在 无论主场或者作客 其实呢 这个分别真的不是很大的 那么 有时呢 就是我始终 在球场上高 都是比较人少 还有呢 没有任何球运 呢 阿苏诗诗一茶就很肯定 如果今天呢 有球运 的话呢 有万运 的话呢 一定帮到我们的 那当然啦 始终 今场的对手 也是踢得 不错 也有质素 那么他们也都 我们也对着 大家都是 就是 就是在防守方面 我想他的意思是指 都是踢得好的 所以呢 赢球呢 很多时候就是差了一点 那么 今天呢 就是他就觉得 他就纯粹说 我们呢 那个十二码呢 是输得比较 就是叫什么 他说 Soft penalty 就是一个比较上 是不是十二码有争议性 或者比较 soft 就是软勝一点的十二码 就是不是说肯定一看 就知道是十二码那一只 他和我看法有点不同 我就反而觉得 这些十二码呢 根本现在的情况 是一定会判的 不过问题就是 马迪那一球 为什么又不判呢 这个就反而我的问题 Soft penalty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十二码要判 我可以回答你了 以现在VR的情况 基本上正在判的 OK 这一节到这里 多谢收看 拜拜 我们将我们的频道 传扬给更多的听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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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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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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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